这期是小伙伴给我投稿的最新地图 极星幻育的勋章车阿斯拉达跑法 1分13的视频 那这个地图的话 虽说他官方给出的难度是三颗星 但是你们真正跑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这个路线 可不是三颗星那么简单 反倒是那个旧梦码头的路线比较好找 这个官方老是把这个难度给标错 然后这张地图很明显 就是为了迎合星机甲孙悟空而出的地图 你看那么多加速带是吧 不过这个加速带不同以往的是 它是脱离了加速带之后就不会继续加速了 所以说这点还是比较好拼 至少它不会像其他加速带一样 去影响我们氮气节奏是吧 然后这个策划估计是听取了我们玩家的意见了 之前我在策划面对面当中也是跟策划说过 这个加速带能不能还不要搞那么多 或者说不要让它加速那么久 不然的话真的挺影响游戏体验的 你们说是吧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 谢谢